第一部电影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其实也很想知道 那部电影差不多是你们的收入 当时很成功 那是第一部电影 第一部电影 因为这个舞台剧很收得 很多人都希望买剧本回来 就找一些大明星去做 但是杜国威 古天龙和高志森他们就想用原班人画 原班人画公司或导演就没有兴趣 我们去看过舞台剧 那我们就觉得 就像天空一样 这个是不是不可能呢 那有没有方法可以做得到呢 那就是三百万的预算 于是跟他们合作 高志森和古天龙 就用原班人马去拍 拍出来 其实呢 Winnie曾呢 就是现在那一段时间 那位Winnie呢 就是有帮忙发行的 那时候用的发行方式就是 就是我们深信那部电影是好看的 制作就未必很精良 但是我们觉得是应该感动到人 最难的就是你入场 因为没有什么大 很大的明星 那我们有吴大威 其他就 劉瓦丽啊 或者很好戏啊 那几个女生都是 但是在电影呢 就大家不懂的 在电舞台呢 很厉害 而我的方法呢 就是 可能在戏院 星期六 每个星期六呢 就放场 四点场 那就放了好几个星期 最初没人看 小人看 越看越多越看越多 那么多到那么长下呢 正常 正常 都是 不是很好 第一个星期 那么 去戏院呢 去戏院 我们会去戏院那里看 那么我最经典的故事就是 有对情侣就是 这套戏都不行的 我都不认识那些人 那么 那个名字又叫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就是那个文化是很有趣的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我知道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那究竟 是什么来的呢 那我就在旁边 我就说 这出去好看的 喂 你说好看啊 我说是呀 你进去吧 我这个出楼等你 不要看你说我看 我赔钱给你 那果然呢 他看完出来 我说真的很好看 不过很可惜 演员的知名度不高 那我说是呀 那你帮一下吧 那接着第二周 开始戴上 最好笑的是 有一个朋友 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 然后我说是 我说是 我和春天有 哇 我好 那于是呢 就三百万的成本 就做到二千多万的成本 是的 但是現在沒有這支歌仔唱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現在一般的戲劇 戲劇就剪掉你的表演 一延長了多久就多久 還有一部電影叫做 梁家輝那一部是《白玫瑰》 我不太記得 很搞笑那一部 劉正在拍 那一部電影第一周是不能收到的 第一周不能收到的 他簽了多少 那他又去第二周 這樣就很賣 但是現在的戲劇法行方式 其實就 他叫做《Spring Show》 一旦不行 他就五場沒有給你了 現在比較辛苦 就是作為一個製店科 或者producer是比較辛苦 那裏我和春天一個約會 當年是不是冯永先生他們 你帶頭決定去做這個project 還是怎樣 其實也是 其實也是 我們幾個做 馮永先生 馬逢國 我 陳子良 我們覺得那套戲 我們看完之後 我們覺得是很有潛力的 就是那個部落劇 那我們 因為我們 我們做製作法項 所以我們 憑那個 觸覺 覺得是可以做的 嗯 那這套衣服都是 你們最開始 賺了大筆錢回來 可以不可以這樣說 或者投資或者製片的 那個 市場接受了 是不是 那這個 第一桶交了你的公司 是不是 不是 第一套戲 那賺的錢 是有的 但是又不是多 但是引起了市場的注意 但是 就發覺 為什麽這班人 那 那 這班是什麽人來的 為什麽會 就是 會做一個 嘗試 又比起成功 那 也都知道 這個 預算不是高的 那 其實之後 我們又 繼續拍 都是一些小的 預算的戲 那 譬如有些 就 和 高義昇導演 合作了幾部 就是伴我同行 那 那 都是OK的 那 跟著 我們又拍了 譬如有部戲 《歸土》 梁本希導演 就是no budget 在這個黃島地拍 那 竟然去到柏林 影展 那 我們又和 有位 中國的導演 謝 菲 謝菲 又拍了一個叫做 黑巨馬 也有一個名字叫 《愛在草原》 《敵天空》 又在柏林拿獎 那 所以 市場上 就發覺有一間 小公司 有幾個 馮永 應該是最出名的 是 其他 有幾個人 還有一個 外套 做一間小公司 為何會 好像 劇情都OK 好看 這次吸引了一間 Lark Entertainment 就是以前的 第一代的 投資者 Mr.K 是嗎 Ira K 是 Ira K 哈佛的MBA 一個中國人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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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 應該是 他們去尋找一些 有潛質的公司 那 他覺得 他找到 就是我們 嗯 那 我覺得是 這間人很有潛質 因為他們 雖然拍的戲 是小的 但是他們的戲 是 都幾好 口碑 於是 他們 就投資 入力 那 其實那個 才是 就是變成了 一個資本 放大了 那我們先開始 後來我就 跟 陳家上導演 陳家上 陳令家 林昭 導演 他們 飛虎 飛虎 跟著就是 野獸刑警 拿了好幾個獎 那 那時候那個 我們是有一個電影基金 也都是 找了不同的投資者 那 應該是香港 第一個 第一個 電影基金 那 那時候那個 我們呢 就是 打了 就是 好像經理 那樣 你知道 我們做電影 不習慣 但是都要這樣 每次開戲的時候 就要做 在那個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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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說 喂 這部電影 那你們算是怎樣 那 很多時候 我和 阿鳳Sir 首當其衝 我們做製作 所以我們要 提示 那去到最後 就是 我最記得 就是那個 野獸刑警 那 那 對對方 那位同事就說 喂 我相信你的 阿John 我相信你 那 你說好就好了 那裏本 但是有多好呢 那我說 你覺得 飛虎好嗎 飛虎 飛虎 挺好的 如果飛虎 是 這麼好的話 我就覺得野獸刑警 是這麼好 是嗎 你知道 其實你拍一個戲 你是 很難去衡量 它會賣到幾多 但你的質素 在之前 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時候去拍 但是那個時候 市場不太好 那個 飄防不太高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